似乎有迹象在进行, 因为从外交部宣布有半个月时间 停止记者招待会,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讯息, 因为这段期间外交部机构 是无可能会任意发表他的声明, 他一定会有声明都是经过高层 起码是政治局一级作出决定后才有声明, 如果他的上层政治局委员那级人 都去了开会时, 他自不然不能够召开记者招待会, 要休会,这是一个迹象, 第二个迹象是很多外国记者 拍到北戴河一带加强保安, 显示会有些重大活动, 所以变成这两个迹象, 外交部正式公布记者招待会暂时休假两星期, 到有些记者拍到北戴河一带加强保安措, 我们估计北戴河会议可能即将召开, 或者已经召开都不定, 当然大家很关注的是今年北戴河的议题是甚麽, 其实这个议题, 什么时候北戴河会议都离不开人事安排, 特别是出面习近平想实行强势连任, 甚麽叫强势连任, 强势连任是我用的词会, 即是他不理3、7、21都要硬硬通过他连任的做法, 所以他就一定要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叫做取得党内起码政治局一级的人的同意, 才可以保证他们明年开会时不要农女鸡作省, 就插卧他连任的美梦。 这令我想起2002年江泽民应该是全退, 然后由胡锦涛来接任, 但当时来讲江泽民不想全退, 他就提出叛退, 即是他交出总书记的职务, 但保持军委主席的职务, 实际上即是中共最高权力 都是掌握在江泽民手上, 但当时他提出理由是胡锦涛对军事问题 还不熟悉, 所以他要扶上马送一程, 好像古代合议小说,扶你上马再送你一程, 变成有一个盛传意味在, 我帮你接这个位置, 到了2004年, 即是他做了半届, 即是连任半届的军委主席后, 他就应该如他的承诺, 在2004年卸下军委主席的职务, 即是等胡锦涛来全面接班, 他在2004年年头已经开始大造舆论, 即是说自己身体还很好, 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而且也是找这些军委内的亲信, 出来公开发表文章, 就说我们还需要江泽民主席的带领, 即是在很多场合都在製造舆论, 为自己继续保持这个中央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做文章, 他做了半年文章之后, 怎办呢? 其实到当年北戴河会议一帮老幹部老同志, 即是在党内还能够发挥影响的人提出反对, 提出反对时拿出一个问题来问他, 即是为何你要签署新边界条约, 令到中国丧失了百几万五方公里土地, 而我们党内完全不知的, 老同志的质问马上令江泽民口咬, 所以变成他在北戴河会议上, 他就变成没有法子再提出自己连任官委主席的问题, 这件事外界很少人知道, 但是因为我直接写过文章, 要求江泽民解释他为何要签条约, 新的中约边界条约因此而入狱, 我一出狱后,北京有些老同志同情我的老同志, 找人来香港一方面探目囊我, 因为大家以前都是熟悉的, 另一方面将背景告诉我听, 所以实际上中共党内曾经出现最高领导人想继续连任, 谁知被一班老同志打断他这个计划的例子, 所以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会否又出现有人想连任总书记, 又有另股势力出来质疑他, 继续做总书记的合理性在哪呢, 这大家都不知道, 你不要看以为现在表面上看习近平好像呼风唤雨, 好像已经剪除他周围周边反对他的人, 但是他心中都仍不踏实, 他不知道会否重演一次2004年那次, 是江泽民想连任军委主席, 想继续保持军委主席的职务, 但是在北戴河上遭到老同志的一次反对, 从而无奈地将军委主席的职务, 正式交出来给胡锦涛, 所以这情况令到今时今日, 习近平能否在北戴河取得党内起码大比数支持, 令他可以安心在明年继续坐下去呢, 现在都不知, 但你从他看到, 你从他说在最近他自己更换大内保镖这件事, 就看到他很担心党内可能会真的有些人出来反对他, 所以他继续连任甚至乎搞政变, 因为他今次更换大内保镖, 一个很不尋常的做法, 就是他不是由中央警卫团内部吊人出来坐警卫团团长的职务, 而是由野战军调一个人进来坐警卫团的主管, 根据明报的分析, 为何他要调野战军而不是由警卫团内部升迁呢, 他就说这是明报的分析, 但我觉得有道理, 明报的分析就是在外面哪个人进来就可以避免党内派系的斗争问题, 因为中央警卫团一向都处于在任务角色保卫中央领导人, 从总书记开始到政治局委员的保安工作是他们负责的, 但大家都知道在中共系统内所谓保卫其实还有一个监督的重要, 所以中央警卫团它对各个派系之间的矛盾, 它是聊鱼子掌的,你看当年往往政变的话, 是要靠中央警卫团的人来实现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四人帮, 捕四人帮的时候就由汪东兴带警卫团的人去职口开中央会议, 去到会议厅将四人帮捕了去, 所以由于中央警卫团的历史, 任务、角色都是来来去去保护中央级二十几三十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 所以他们对这些政治局委员的动向,交往, 他们的思想密络是很清楚的, 那时候很容易会受港来派系的影响, 变成有些人会支持某个领导人, 另一批人可能会支持某另一个领导人, 那时候明报分析就是说, 如果由中央警卫团内部晋升的人上去, 摆取不了这种港来派系斗争, 现在由野战军调一个军人入警卫团做警卫团领导, 那时候他变成新人, 对所有警卫团以前受过什麽政治势力, 派系的纷争完全不受那些影响, 他可以比较中立地执行保护习近平的工作, 从他不拒最近调派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入, 来做中央警卫团的负责, 这一点来看你是看到习近平在感觉到他自己连任可能会碰到的困难, 所谓轻微的可以出现2004年江泽民在北戴河会议保留中央军委主席的梦想被读破, 这次习近平担心的不止是自己连任务被读破, 而反正想着净缘是政变, 所以他才要跟换警卫团的团长。